影视剧中古人们的知识动不动就是山珍海味 感觉比现代人还要过得滋味十足 然而真实历史确实是如此吗 古代普通百姓的饮食又究竟是怎么样的呢 欢迎点击屏幕上的有用按钮支持一下 谢谢 全个有用的知识点 古代百姓吃什么 首先从三千多年前周天子以礼乐制度治国开始 中国的饮食文化就与制度森严的阶级观念一样 受到封建思想的浓烈影响 譬如春秋时期著名的史学家左秋明 就在自己的著作《国语除语》中明确表示 天子时太劳 牛羊时三生俱全 诸侯食牛 青食羊 大夫食食 适食于智 数人食菜 很好理解 这也就是说在那个时代 根据人们阶级地位的不同 可以食用的东西也是有明显区分的 一国之君高高在上食谱中 当然牛羊猪鸡鸭鱼肉 一应俱全 第一级的诸侯在没有君王的特许时 则只能食牛 以此类推 阶级越低 可食用的肉类则越少 差不多的规定在西汉时期著名的儒家经典 《礼记王志》片中 也有继续 诸侯无故不杀牛 大夫无故不杀羊 士无故不杀权史 数人无故不食真 可以看出到了以封建帝王治国的汉代 西汉中央对于不同阶级地位之人 饮食文化上的规定更为森严 且不说普通百姓不能食真 就连王侯将相也吃不起牛肉 这倒不是因为牛肉昂贵买不起 作为华夏地狱真正意义上持续时间较长的第一个大一统王朝 西汉社会头一早摆脱了征战不休的混乱时局 国家体系也渐渐朝着农耕经济的大环境逐步发展 所以那时牛对人们来说是珍贵而神圣的 因为在这个庞大的农耕体系中 牛的劳动力和利用价值非常直高 因此那个时候除了享受特权的大汉天子之外 无论是王公贵族平民百姓 无故都不能食牛 一经发现甚至可能消灭不保 这一规定一直延续到明清 历朝历代的中央政府接触台国多次对着牛的保护法 可见身处古代想要吃牛肉 是一件多么不容易的事 由于森严的阶级制度导致古代普通百姓甚至无故不能食肉 那他们能吃的又有那些东西呢 在农工社会发展之前 早期的古代平民只能靠在山上挖野菜为食 而经过人们不断地去尝试 最终总结出了20多种能吃的野菜 其中绝类占大多数 这种类型的野菜其中含有丰富的维生素C 甲钙磷铁等微量元素 能够有效地补充人体所需的营养成本 而且绝类植物的根筋较为坚韧 口感有嚼劲 富含丰富的纤维素 能够满足当时古人果腹 与助消化的基本需求 到了秦汉时期 随着农耕文化的发展 一些通过规范种植而生产的蔬菜 也逐渐登上了历史舞台和百姓们的餐桌 这其中最具代表性的就是萝卜 这种口感温和 健脾异味的蔬菜 很快就成为了那是普通百姓们的主要饮食 甚至被人们冠以小人参的美名 可见当时他有多少欢迎 然而以上咱们说的还只是和 平时百姓们的饮食 到了战乱四起 饥荒爆发的危难之际 普通百姓还能吃得起 如萝卜这般口感还算不错的蔬菜吗 答案必然是否定的 这里还有一个典故 在汉恒帝治国时期 因为连年的天才 国内爆发了一场规模巨大的饥荒 社会各界民不聊成 各地官员们将这事给上报朝廷 可汉恒帝知晓后 却反问这些官员 百姓没有粮食时 为什么不吃萝卜呢 这句话简直跟 敬惠帝和不食肉米的反问 蠢得如出一辙 搞得个体官员们很是尴尬 试想天灾连年 连百姓们野菜都不一定挖得到 又何来萝卜可食 那在这种物质极度匮乏的饥荒时代 老百姓又如何保证自己不至于饿死呢 很多人选择靠山吃山 靠水吃水 靠山水中的野菜鱼虾为生 可这些东西总有被吃尽的一天 于是人们到了山穷水尽 饥饿难耐的时候 食官阴土冲击 就成了老百姓们唯一的选择 官阴土的学名叫做蒙托石 今天咱们腹泻时吃一小包 就能起到物理止泻作用的蒙托石散 其原料就和官阴土大同小异 它土质细腻 没什么杂质和怪味 浴水能够迅速的膨胀 蒸煮之后与馒头的口感有些相似 因此便成为了饥饿年代 大量难民们常见的饮食 但是官阴土这种东西 毕竟不是真正的食物 咱们的肠胃是无法降至消化的 如果大量食用 它在人体胃内堆积日久 加上浴水膨胀的原理 长此以往很容易将人活活的给憋死 和平时期吃野菜萝卜 饥荒时刻只能以官阴土冲击 古代百姓的吃食究竟能掺到什么地步 众所周知 咱们在做菜的时候 只要加以适量的调料 即便是本身难以下咽的食物 经过烹饪之后也会美味不少 古代虽然没有如今这么丰富的调味产品 但能增进口感的食盐 却是从三皇五帝 夏朝时期就已经出现的产物 即便普通平民只能靠野菜和少量的五谷为生 做的菜也不至于太难吃 然而这个问题答案却是否定的 因为在古代 真的不是任何人都能吃得起食盐 咱们都知道 历朝历代都存在一种税收叫做盐税 所以食盐买卖几乎一直被掌控在中央政府的手中 国安盐一词也是由此而来 自古以来不是什么地方都能产出盐 这就意味着食盐的运输也需要耗费巨大的成本 所以不管是哪个朝代 食盐的价格都是居高不下的 比如明朝就有记载 三丹米一斤盐 可见食盐价格多昂贵 再加上历朝历代不同时期 社会的大环境与局势的不同 盐价和税收也会出现不同程度的调整 比如李世民执政的贞观时期 社会经济飞速发展 人人都奔小康了 盐价也就低了下来 一斗盐大概只需二十文钱 相当于五块钱一斤 可到了几十年后的五周时期 随着局势动荡 官员的价格也开始飞速上调 斗盐直接涨价到五百文钱 与唐太宗时代差距巨大 而且老百姓们吃不吃得起 盐甚至还要取决于人品 如果你人品好 遇到一个清廉的地方官 那么官员的价格至少还符合中央规定 但如果这个地方贪官无力横行 坐地涨价的事当然也就比比皆日了 这就是为什么自古盐官都被称作为美差的原因 因为期间能够搜刮的油水实在是太多了 由此可见 在古代甚至很多百姓 连基本的食盐都买不起 无法维持每日身体所需的盐分 又谈何增进食物的口感和味道呢 所以啊 电视剧和童话一样 都是骗人的 可千万别再被忽悠了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